字幕君 李宗盛 喂 知不知道我們在玩什麼呢 這個新興運動叫做圓網球 想知道它怎樣玩 等下看我如何介紹它 圓網球這個新興運動是來自美國 1989年這個運動就出世了 在美國近十年的發展都非常蓬勃 他們有屬於他們自己國家的聯賽 由不同的州份去參與 而2017年即是去年 我們將這個運動帶來香港 我們成立了這個香港元王球總會 除了去不同學校和社區團體去推廣之外 我們亦都自力去舉辦不同類型的比賽 包括有一個新秀賽 讓一些新的球員可以去參加 亦都會舉辦不同的具主題性的比賽 以及我們也屬於本地的香港聯賽 亦都會接下來去籌辦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不同類型的比賽 讓香港不同的運動員去參加 去設賽一場 元王球這個運動非常具有它的特色 它跟傳統運動不同 它是一個360度任意走道的運動 所以球員可以創造的打法是非常之多 除此之外 它是一個雙打的運動 所以它跟隊友之間的默契非常之重要 亦都增加了球員與球員之間的溝通 這個運動亦都很著重球員的專注能力 他們要集中看著球員才可以打到球 從而可以訓練到他們的眼、手協調 以及一些力量的控制 魚網台這個運動要用的器材非常之簡單 只要一個球、一個魚網架和一個網 就已經可以讓大家去體驗這個運動 一般我們會用一個36吋的網框 以及一個4吋大的球就可以了 為了令初落者更加容易去上手這個運動 我們亦都有一個大小小的框 這個框是45吋大的 以及一個6吋半的大球 我們令到游馬者能夠容易掌握 能夠更加快去融入這個運動 魚網球這個運動的玩法非常之簡單 它有點像迷你版的排球 排球就要把球打過網 而魚網球是把球打到網 當球離開了網的時候 防守的球員就要不要讓他落地 把球救回起 而這個運動我們是用手玩的 我們不需要任何的球拍 我們每次盡中的時候 用手把球擊落網 魚網球的規則都不會太複雜 以下這幾點就是一些犯規的動作 例如如果第一 把球直接打到框那裡 就是一個犯規 第二就是 在任何時候球打不到網 直接擊落地下都是不行的 第三 只要球彈到網之後 離開不了網 在網上彈兩次的話 亦是不可以的 第四就是 如果球員連續碰兩次球的話 亦是一個犯規 在技巧方面 我們先講發球 正手發球是最簡單 最容易學的 正手發球的時候 我們要把球拋勾四處 然後把球擊落網 我們打的時候 就會打球頂的位置 另外一個技巧 就叫做側手發球 側手發球的動作 有點像網球揮拍的動作 雙手都是放在腰間 然後打橫把球拍到網上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全球動作的技巧 全球的技巧分為 下手全球和上手全球 下手全球的方法 是非常簡單的 當球飛過來的時候 我們的手放在腰間 把球拍高 而上手全球的動作就是 當球飛到很高的時候 我們的手就會放在額頭上 把球向上拍 拍高給自己的隊友